中国怎么做呢 就是靠着军售案 我们来看到他们过去不断的 透过军售来影响他国的国防 还有外交 来提升你中国在中东和非洲的影响力 最近香港调查记者就查出了这个数据 他们说过去五年的记录 你中国翼龙跟彩虹两大系列的无人机 出售的数量居然高达300架 成为这个攻击无人机最大的销售国 除此之外呢 他们就只卖到中东和非洲 专家认为这可以降低所谓的开战门槛 不仅如此 中国还有太空梦 他们的天空太空站 最近这个天河核心 在今天早上11点22分 直接在搭载长征5号飞升空了 根据我们了解 这超过五层楼这么高 而且体积比国际太空站 任何一个舱都还要大 所以也被认为是太空中的豪宅 看来从军事梦延伸到太空梦 现在外界认为这都在帮助极权国 间接打压民主 三 二 一 天皇 就在全中国民众屏袭以待下 4月29号上午11点25分 中国的天河号核心舱 透过新一代的长征5号B运载火箭 从海南发射深空 顺利进入轨道 就在核心舱与火箭分离后 现场所有人发出热烈掌声 因为这一刻象征中国的太空科技发展 进入新的一页 中国为了打造自己的太空站 提出一项三步计划 首先是在太空人升空 这在2003年就实现 第二步是太空人能出擦 这在2008年已经达成 而最后一步建立太空站 预计2022年能完成 为了这三步计划 中国早从1999年开始 陆续成功发射载人太空船 货运太空船 并且累积多次太空对接经验 20多年某一件都是为了 天河核心舱发射的这一颗 中国将陆续发射空间站的核心组件 包括核心舱天河一号 还有左边的巡天试验舱 和右边的问天试验舱 前后对接神州载人飞船 和天州货运飞船 空间站常驻宇航员三名 可在空间站中生活最长可达一年 这座天河太空站体积庞大 轴向长度16.6公尺 比五层楼还高 堪比太空中的豪宅 而它还将取代 2024年退役的国际太空站 成为禁地轨道上唯一的太空站 天河核心舱成功发射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亲自电荷 重申自立自强 创新超越 夺取空间站 也就是太空站的建造任务 全面胜利 与此同时 中国也在太原发射 全球第一个太空采矿机器园 希望能获取更多太空资源 中国全力冲刺太空技术发展 目标就是要超越美国 成为太空霸主 当然地球上的军武扩张 也不能放手 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 一项数据显示 2015到2020年 中国出售翼龙 以及彩虹攻击无人机 多达307架 远超过美国出售的73架 成为全球最大攻击 无人机出口国 这些无人机 本应该用来作为反恐用途 但因为中国多半把这些武力 卖到中东以及非洲 这些国家往往比较封闭集权 因此中国无人机 反被用来打压民主 杀害政敌 成为破坏区域和平的恐怖武器 东西新闻江一清 也未知报道